怎麼樣?先把這個資料先抓下來 前面都一樣 然後再做分析 那分析網頁的部分 你可以用這個HTML Online 貼上去把一些不必要的標籤拿掉 至少你看起來應該會 至少不會眼睛這麼滑 可以縮短很多 但是還是需要知道哪一些 像比較重要什麼叫DIV 什麼叫做UL 什麼叫LI 這個我想 可能你們可以再查一下 相關HTML相關標籤的一些電子說明 那我們大概知道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根據這個網頁裡面的訊息 那一樣我們按右鍵 比如說我要抓這個 上面的那個股票名稱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一樣你就是在這邊往下找 它只要出現只有 只有什麼台尼這個訊息 有沒有 優標往下找 那基本上呢就是這一塊 那怎麼確定說是我要的 你優標放在上面之後 它的那個狀態 假如是出現相對是像這樣 就這個區塊 有沒有 那就表示說呢 這個就是我要的資料範圍 那我只需要知道說 這個股票名稱 它的標籤名稱是什麼 然後它的CAS名稱是什麼 所以你就把這個DIV 有沒有 找到給它 然後呢 再來就是它底下的CAS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當然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這個Ctrl-C,Ctrl-V 那把它貼過去 所以貼過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就先把資料先找到 U-L 然後LI 再從LI裡面去找 那當然呢 我這邊把它改個寫法 因為剛剛好像就是0到7 所以我就把它用forI in range好了 這上面寫的方法 我本來是寫成什麼 寫成全部 看還是比較精確一點 應該好像只有前面的這個0到7 所以把它改一下 所以這個程式也許 把它改一下 應該比較精確的寫法 應該是這樣 比較OK 不過我發現好像 改成全部抓好像也可以全部 也是沒有問題 這個可能再看一下 這個是本來是全部 它現在改抓0到7而已 那再來的話 抓下來之後 我們一樣把 DIV裡面這個東西 那你會發現 在LI裡面 只會出現一個 這個編號 所以我用fine 那第二個的話 底下 底下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它應該是 它的代號 所以代號的話 按右鍵檢查一下 不過理論上在下面這個 應該是這個 那它一樣是DIV 開始的名稱是這個 所以你一樣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 那一樣也會只有一個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貼上 這個是第二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就是代號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還有哪一些要抓的 還有這些 從股價 一直到什麼呢 最高最低有沒有 然後一直到成交量 10千 我算了一下 從左到右 好像九個 那九個 你會發現 這個名字 它的class名稱 我看一下 它的class名稱 特別重要 DIV 它把它放在DIV裡面 那後面你會發現 它這個九個 每一個class名稱 都一樣 前面這個都一樣 所以呢 我就抓這個名稱 它開了什麼 它九個 所以一樣嘛 跟剛剛類似的方法 就是 Find All 九個全部抓回來 那抓回來之後的話 再幫我串到 這個我的字串裡面 所以呢 我寫出來的程式就是這樣 就是 這個是 股票名稱 用Find 代號用Find 因為都只有一個 然後呢 底下因為有九個 就Find All 把九個全部抓回來 給它第一個名稱 然後呢 所以總共會有幾個資料 名稱加代號 再加九個資料 所以總共會有十一個 那為了說格數號方便 我這邊用Format 有沒有 Format的話 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也就是說呢 給幾個 這個大瓜葫 總共這個代號先放這裡 名稱放這裡 然後再代號 後面再九個 所以其實應該加起來 應該是十一個才對 然後Format分別把 第一個代號就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第二個 就是 名稱再代號 然後再後面再加上九個資料 所以九個資料的話 就這些啦 從 從SP底線3 然後0 一直到 到8啦 總共有九個資料 然後就一個蘿蔔一個坑就放在這裡 這樣的話就把它輸出就OK了 實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如果沒問題的話 看到結果呢 就OK了 這樣的話水泥熱谷就全部下載下來 但是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上課曾經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每個同學都一直一直按一直按 瘋狂的按 而且呢 可能又寫回圈 又把它全部類股都通 就造成一個問題就是 瞬間喔 我們的連線數量非常大 結果呢 隔沒有很久 我們就全部連不上 因為呢 Yahoo的Server可能會認為說 這個IP位置有問題 怎麼可能瞬間突然連線數量這麼大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爬蟲雖然很方便 但是因為 畢竟是程式跑太快了 所以怎麼辦 有時候可能要想辦法讓程式先停一下 或者說你不要一下連太多次 不要一直瘋狂按 OK 那這樣的話 很有可能等一下 我們就沒辦法看到資料 因為它突然 如果假設啦 待會出現什麼 那個連線 尤其request那一行掛掉 那表示應該就是 你被黑名單了 OK 你就連不上去了 那當然如果你要解決 也有方法 我們換一個IP位置 比如說你可能電腦 連一個那個什麼 這個VPM 有沒有 你連 你換一個IP位置 它又可以連上 不過當然盡量還是要注意一下 好 那最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出來之後的話 我希望再把這個資料 存成不是CSV 我們就因為這個後面會接Pandas的Data Frame 其實Pandas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這個Data Frame 我前面講過 這個Data Frame的結構 然後呢 你可以參考那個 我們的試題第三類吧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就是這個 它長的就是 一定要是 在這裡 在上面這裡 OK 上面這個叫Columns 這個叫Index 中間裡面是Data 然後呢 然後呢 把這三個東西 放在三個變數裡面有沒有 準備好之後呢 你再丟到這個Pandas的這個 縮寫名稱叫PD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Data Frame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三個資料 轉換成一個Data Frame的一個結構 叫做物件 那那個物件名稱 假設叫DF 那有點像是 把它存到什麼 看不到的試算表裡面去 那如果你可以產生這個Data Frame DF的物件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裡面有一個方法叫什麼呢 to Excel 或者to CSV 甚至它有to JSON 好像我印象說 還有什麼to SQL 它有很多方法 就是你可以進來之後 有點像是有裡面的另存心感 你要存成什麼都可以 但前提什麼 你必須把它變成Data Frame 所以各位想想看 要怎麼樣 把剛剛輸出的這些資料 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變成這個Data Frame 那你其實可以分析 基本上上面的話 Column就是這些 第一個欄位名稱不用 因為我前面講過 Data Frame很妙 它沒有A1 OK 然後呢 所以從什麼 從B1開始 這個的話就Column 所以你把這個 放在Column 那這個前面的這個有沒有 股票名稱 放在Index 然後後面這些東西的話 就放在Data 然後呢 再丟到那個什麼 Data Frame裡面 你就可以to Excel了 OK 大概是這樣子 請各位試試看 先把這個Yahoo的股市資料先抓下來 然後再想想看 怎麼樣把它存成這個Data Frame 待會我們再來看 另外的話 當然因為Yahoo股市 不是只有水泥個股 還有其他的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想要去抓取 全部的 其實理論上 最好是可以全部抓 有沒有 全部抓呢 直接就 看它怎麼塞吧 你可以塞到CSV 塞到Excel裡面 當然最好 有沒有 假設一個 一個工作表 一個類別 一個工作表 那時間到自動幫你存檔 時間到自動幫你存檔 甚至可以自動去看一下股價 如果你想要時間到 就去做一些買進賣出的動作的話 其實它也可以節省你很多的力氣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